最近几个礼拜美股暴跌 美股熔断这件事在朋友圈都刷屏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是熔断呢 今天我就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首先给没有基础的小伙伴科普一下什么叫做股指 股指通俗点说就是大家口中的大盘 它一般用来表示市场的平均变化 美股根据组成指数的成分股不同 主要用的是标普500纳斯达克和道琼斯指数 熔断机制是怎么产生的呢 之前在1987年的时候发生了著名的黑色星期一事件 就是华尔街之狼里面小李子拿到经纪人执照的第一天上班的那一天 每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财务承受能力都不同 当股票一开始下跌的时候出售的人并不多 但是如果股票下跌的又快又猛 即使是那些最坚定的投资者 看到股价如此剧烈的下跌也会产生自我怀疑 在这种极度的恐慌之中 每个人都害怕股票继续下跌 自己的账面资产缩水的更严重 受到情绪的主导 即便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害怕 大家也都会做出一些不理性的卖出行为 有些本来承受能力更大的人 可能因为别人的抛售导致股价下跌的更快更猛了 他们的心理防线也被打破了 也出现了抛售的行为 这样的行为不断形成恶性循环 导致市场大幅下跌 酿成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 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 美国在1987年推出了熔断机制 为了在股票指数下跌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 先暂停交易 让大家冷静一下 也给一些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人 有时间搞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 从而做出更审慎的判断 根据现在有的规定 当标普500指数跌幅达到7%的时候 将会停止交易15分钟 当跌幅进一步扩大到13%的时候 会再停止交易15分钟 如果当天跌幅到达20%的时候 当天会直接不进行接下来的交易 让大家回家好好冷静一下 当然如果股票指数真的跌幅到达20%的时候 我相信大部分有股票的人也不太可能冷静了吧 熔断机制的初衷当然是很好的 虽然现在有很多基金 都是基于计算机设置好的策略自动进行交易 股票市场里终究还是充满了人的 给大家一个充分的冷静时间 让大家有时间搞清楚发生了什么 事实上是有助于大家恢复理性的 但是熔断机制的弊病也有许多 这其中最大的应该是对某些人来说 其实是放大了他的恐惧 股票市场其中一个最大的特性就是流动性 简单来说就是可以轻易变现的能力 熔断机制发生作用的时候 强行暂停了大家的交易 需要变现的参与者反而因为害怕不能变现 在熔断结束后开始抛售 导致了进一步的下跌 我们国家的A股市场 对这种现象就有过非常生动的演绎 2015年我们A股市场经历了大幅度的下跌之后 交易所本着保护投资者的意愿 在2015年12月4日正式发布了指数熔断的相关规定 并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结果2016年第一个交易日 1月4日当天下午 DF就触发了两次熔断 最终到达了7% 触发了最终的熔断机制 全天停止了交易 过了几天更惨 2016年1月7日 开盘不到半小时 两次熔断都被触发 很多比较懒的散户才刚起床 就没了交易的机会 经过这样一次大翻车 交易所晚间立马发出公告 决定从2016年1月8日起 暂停实施熔断机制 熔断机制在我国的资本市场 就这么昙花一现了 而且在A股市场 散户投资者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他们本身就是情绪最不稳定的那部分投资者 他们害怕自己的钱 因为暂停交易而拿不出来 反而在接近熔断的时候 加大了抛售力度 最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总的来说 熔断机制的初衷肯定是好的 但是在实际运作中 未必有积极的效果 个人觉得我们的国家暂停熔断机制 是正确的决定 毕竟我们在2020年的3月 已经见过四次美股熔断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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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